男子雙手被扣住代王審訊 去年八月 台灣民主黨副主席楊智淵 被中國公安拘提 時隔八個月 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 25號宣布 以涉嫌分裂國家罪 正式批准將他逮捕 如果你是中間選民 那你更應該要站出來 抵制兩大黨 2020年 楊智淵代表 一邊一國行動黨 參選新北市永和立委 他過去政黨立場多變 曾是民進黨的校園代表 2011年成立台灣民主黨 也曾和統促黨有密切往來 但出政治圈後 去年到溫州參加圍棋比賽 就被中國扣押 他說要去中國那邊參加比賽 本身已經都退出了 朋友點開通訊軟體和楊智淵 最後對話還在談開電視像 對話進入則在今年詭異消失 剩下一句句系統提示 違反社群守則 因為他這兩年的所有對話當中 其實都有講到說 他去中國參加什麼事情 那結果現在把他去年選刪除了 那是不是就變成一種陸罪 中國用楊智淵昔日的活動 主張就認定分裂國家 將他拘捕 罪重可能被判無期徒刑 學者直指中國要藉此 對台灣進行思想恫嚇 如果你有曾經參與過公共事務 或在學生時期有任何的這個 政治意識上的一個表達 都有可能成為中國列入 檔案紀錄的一部分 甚至對中華民國 這樣的主權獨立的 這樣的國家的認知 其實都可能會被羅織分裂國家 去年八月先逮捕 今年四月才發布批准逮捕 中國擺用分裂國家為由 執法範圍無限上綱 套罪名自已抓人 政府呼籲國人前往中國時 要特別小心 三雪網家和我上台北 這麼多